低调的李宇春多有钱 豪华冰箱饮热议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但这并不是他们的富有极限 他们实际的资产并非大家能想象到的 在另一档节目中 李宇春的家里也让很多网友大开眼界 以前的李宇春一直都比较中性 但最近这些年开始尝试更多不同的风格 低调的人往往不会让大家觉得他很有钱 但从节目中看到他的豪华房子之后 才知道他的财富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展现出来 更重要的是 这一些水果和蔬菜都比较名贵 简简单单的一个冰箱就摆出了 让大家无法企及的高度 即便如此 他并没有向大家炫耀什么 还是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低调过好平时的生活 网友看到这样的李宇春 纷纷在网上表示明星的生活真好 他们的收入确实很高 现在的李宇春 被越来越多人看懂了 因为她真的很接地气 而且是非常自律的一个女性 让人感觉十分接地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